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士顿市议员Tiana Fernandez Anderson 遭联邦调查 感恩节逆行撞车案 警官不幸遇难 马州州长莫拉西里签署新气候法案 推动能源公平与可负担性 Kindrick Lamar和Siza将于2025年5月登陆激烈体育场 老狗被拐 社区力量助其团圆 波士顿市议员Tiana Fernandez Anderson 遭联邦调查 近日波士顿市议员Tiana Fernandez Anderson 正接受联邦调查 具体调查内容尚未公开 目前未有刑事指控 市议会议长Ruzzi Luizan发表声明 呼吁尊重法律程序 表示当前下结论为时尚早 Anderson议员为参加昨日的市议会听证会 也未回应采访请求 Tiana Fernandez Anderson 是波士顿市议会首位非洲移民和穆斯林女性议员 代表第七选区 包括Roxbury、Dorchester、Finnway和South End 但其任期因多起争议事件备受关注 2023年 他因雇佣亲属违反利益冲突法 被罚款5000美元 今年11月 州竞选财务部门发现其竞选活动存在违规接受捐款等问题 尽管Anderson议员面临调查 市议会将继续致力于服务居民 推进关键议题工作 感恩节逆行撞车案 警官不幸遇难 感恩节当天 一辆特斯拉Model Y在I95 Newberry段逆行 与Andicott学院警官Jeremy Cole驾驶的雪佛兰Trail Blazer正面相撞 造成Cole当场身亡 特斯拉司机Kiyoma Dorit被控多项罪名 包括罪驾车辆杀人和过失杀人 警方透露 事发前 Dorit的车辆被新罕布什尔州警方发现逆行 并试图拦截 他在进入一家关门的酒类商店后继续逆行 最终在麻州发生车祸 事发后 Dorit否认参与事故 尽管他的车严重损毁 检测显示他的血液酒精浓度达0.19 是法定限制的两倍 车内还发现酒瓶和疑似大麻气味 Dorit被控两项车辆杀人罪 过失杀人罪及其他交通违法行为 检方指出 他在过去六年有三次可追责事故记录 并冲其行为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目前 Dorit被拘留 保时金定为50万美元 麻州州长莫拉西利签署新气候法案 推动能源公平与可负担性 麻州州长莫拉西利于昨天在波士顿出席年度新英格兰能源峰会期间 举行新气候法案的签署仪式 新法案旨在提高能源的可负担性 优化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流程 同时融入环境正义原则 确保资源分配更加公平 这项法案基于州长能源基础设施选址和许可委员会的建议 结合多项环境正义政策制定 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居民能源使用条件提供法律支持 新法案不仅推动清洁能源发展 还为麻州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能源体系奠定基础 这一举措有望为全美其他州提供参考范例 Kindrick Lamar和SISA将于2025年5月登陆激烈体育场 Kindrick Lamar和SISA于昨日正式宣布全新Grand National Tour 其中一站定于2025年5月12日 在麻州福克斯堡的吉列体育场举行 巡演将于2025年4月19日从Minneapolis开启 涵盖19个城市 普通门票将于本周五上午10点正式开售 而Cash App Visa Card用户可于今日提前抢票 老狗被拐 社区力量助其团圆 麻州Swamp Scott一只14岁的混种蜡犬 出地昨日早上从自家前院被人带走 索性警方迅速找回 狗狗将于当晚与家人团聚 监控显示 一男一女开着白色面包车 用绳索套住处底 并用食物引用它上车 警方投露 这只深受家人喜爱的宠物 最近刚做完背部手术 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 主人Amy Rada痛心地说 她是我们的家庭成员 怎么能随便把狗从院子里带走 索性 得益于社交媒体的传播和社区的支持 当晚有人联系警方 充因善意的误会带走了Trudy 警方感谢所有帮助传播 寻找和送上祝福的人 并宣布此事有了圆满的结局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本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创建于1848年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公立长春藤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23 2023 U.S. News全美排名第38名 2023 U.S. News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 2023 TOS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 此外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他的教育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一 生物科学全美第三 工科全美第四 艺术全美第十一 计算机全美第十二 商科全美第十五 除学术强势外 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 学校位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校园家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 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2012年 威斯康星大学首次来到中国 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 人才选拔项目的报名条件如下 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和三年高中成绩单 语言要求满足亚斯5.5 托福64 多灵国95 ITAP4.0中的任意一项 在中国公立学校参加高考 资产证明 30万人民币 护照 申请表及面试 人才选拔项目每年有两次申请时间 3到6月中 招收秋季入学学生 9到12月中 招收春季入学学生 两个月完成全部申请 面试和录取流程 快速入学 报名与咨询 欢迎留言或扫描小助手二维码 成功升学 祝您升学成功